朋友们好 很高兴过了一段时间呢 就跟大家见面了 那么继我上一次课程 也就是这个使用PrayAQT 开发Windows DIY程序机打包之后呢 那么我后来跟这个曼子学院商量 又把我的这个 叫小麦听书的这么一个课程 那么贡献给大家 好我们今天呢 主要是介绍一下这个课程的内容 和这个小麦听书这个项目 我们还是从PPT开始 这个换了新的桌面 感觉比之前的这个更高大上了一些 那么我们这个课程呢 主要是讲一个项目 叫做这个小麦听书 那么顾名思义了 这个小麦就是取自这个曼子学院 因为这个给曼子学院讲课嘛 所以这个软件名字 就以曼子学院命名 然后这个听书呢 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 这个PC端的这个听书软件 因为我们是用这个Python编写的 所以这个PC端的这个软件呢 也不是没有可能 一直到这个手机上 但是呢 我没有做这个尝试啊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试一下 估计会遇到点小麻烦 但是可能 也都会找到相应的办法去解决掉 我们先在这个PC上把这个项目实现 我们这个课程呢 学习这个课程之前呢 大家最好先看一下这个先导课程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中呢 用到了很多这个GUI相关的这个知识 那么在这个我的上一个课程 使用PureQt开发Windows GUI程序的里面呢 都已经做了相关的介绍 本节课使用的这个各种空件呢 大部分都在这个使用PureQt开发Windows GUI程序里面讲过 那么我们也这一次的课程呢 我们也会讲那么一两个之前没有用到的这个空件 那么相对于大家这个有基础的人来说呢 都会比较简单 所以呢 也不作为单独的一节课去介绍了 就在这个项目的进行过程中呢 直接就拿的用了就好了 然后呢 还要强调的就是一定一定要对这个Python的基础语法要很熟 不然的话可能有一些个别的地方 我讲的时候 如果是没有基础语法的话 你可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这也是一个沟通的障碍相当于是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偷懒 听这个课之前呢 一定要把这个基础和这个 我上一个课程 使用PureQt开发Windows GUI程序 听一遍 好 我们这个课程呢 这个项目呢 主要是基于这个语音合成 那么语音合成呢 这个TTS Text to Speech 就是从文本到语音的这么一个转换 那么它是这个语音识别的这个逆过程 语音识别在我上一次课程的最后的一个小实例里边呢 也做了这个讲解 做了一个比较好玩的东西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 不是说在推销我的上一个课程 是因为这个课程是有先后顺序的 那么不是说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也不是说我胡乱讲 那么初级课程呢 就会介绍一些基础的知识 这个项目课呢 属于一个提升 所以呢 有些基础的东西呢 我就不会在课程里边细说了 大家不明白呢 可以去查一些资料 或者是看之前的课程 那么这个语音课程呢 我在上次讲了这个语音识别的时候呢 也带了一句 就是说 它也是分这个离线和在线两种方式 那么应用场景呢 是非常广泛的 这个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 经常遇到的这个提款机 每次都提醒你 别忘了把卡 然后提醒你各种操作步骤 然后还有这个智能客服 相当于我们打这个 现在打这个10086和这个10010的时候 它会提示你说这个人工作息很忙 然后是否转入这个智能语音客服 这个智能语音客服实际上就是 计算机在用语音合成再跟你说话 还有就是这个云导航 哎呀 这个大家就特别熟了 这个我们各种车载的导航仪 包括手机地图等等 这个当我们开启导航的时候 他告诉你前方多少米之后 左转右转 然后前方多少米有红绿灯 此处有摄像头 然后连进超速等等这些 再有就是这个智能玩具 那么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市场 现在这个两个人都越来越忙 这个也没有时间陪孩子 所以呢 这个怎么样让这个孩子健康的成长 也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 所以呢 给他买一些很智能的玩具 这个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的程度呢 能有个两三岁的智商 所以这个陪小孩子玩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就当给这个小朋友找了一个小伙伴呗 然后现在语音合成呢 能够合成这个特定音色的语音 也就是说语音合成这个技术呢 是非常成熟了 那么能够合成特定音色的语音 特定音色是什么呢 比如说高德地图里面有这个林志玲导航 和郭德纲导航等等吧 还有一些各种明星给你导航 那么这个这种特定特定明星的导航呢 我也试用过 确实是音色很像啊 这个你肯定知道 他不是这个林志玲去录的音 因为你走的各种路啊什么的 他不可能每一个都给你录下来 他是用这个语音合成技术去合成的 他抽取的这个林志玲的这个声音里面的这个声色 也相当于声闻 然后呢利用相关的技术 再把它合成到这个语音里面去 这样的话呢 每一次你发的文本都能用林志玲的这个语音读出来 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那么说我们这个离线语音合成 现在操作系统呢 大多数集成了这个离线TTS引擎 离线TTS引擎呢 这个提供男女生可以调节语速 就是说话快慢 然后他能够调节的参数和合成质量呢 比在线的还是要稍微差一些 那么现在我们现行的这些操作系统 Windows、Lanus、Android、MacOS和iOS 实际上是都有这个离线语音合成的 那么只不过有些好用 有些不太好用而已 然后我们这个重点是这个在线语音合成 我们这个课程呢 也会稍微稍待的讲一点这个离线语音合成 但是我们的最终的重点是这个在线语音合成 我们这个在线语音合成 比较出名的这个供应商 就是服务提供商 还是首期一指的应该就是科大训飞 那科大训飞的这个在线语音合成呢 提供四位发言人 两男两女 两个男的分别是这个中文男和这个英文男 两位女生呢 就是中文的女生和英文的女生 然后呢 他提供这个嵌入式Lanus平台的这个可知语音文件 就是这个树莓派里面 他会他提供了一个二级文件 这个我试用过 非常好用 然后呢 他调用四手是有限的 我这里写了500 这个数据呢 是我好几个月之前看的了 现在不一定是这样的 那超过的部分呢 是收费 现在有可能这个免费使用的次数会增多 但是呢 还是有一个限制 超过部分会收费 然后我们这个课程主要使用的就是 百度语音课程 科大训飞也不错 只是因为这个调用次数有限 所以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有兴趣的话呢 如果实在是有疑问的话呢 也可以在我的这个麦子圈里面发问题 这个我是使用过的 还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主要用的这个百度语音合成 因为他这个合成次数是无限的 API可以无限词调用 他有这个男女两位发音人 发音人只有两位 但是呢 音调可以调 也就是说可以变声 你可以把这个男女都调成小孩的声音 或者是这个比较苍老的声音 然后呢 他是免费的 可以无限词调用 这个是我们最开心的时间 我们也很可喜的看到这个百度作为我们这个国内搜索引擎的这个龙头 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免费的服务 那么这也是我们很高兴见到的 然后苹果 这个我是实在不知道苹果的技术是怎么搞的 但是呢 东西做得很好 只是技术也比较封闭 所以呢 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 Google提供给我们的东西都是免费的 但是呢 我们想用的时候呢 就困难重重 这个具体原因呢 大家都知道 我也不再细说了 那么Google实际上呢 是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这个离线语音合成 也就是说安卓的系统里面 带来这个离线语音合成 就是Google的 我们今天这个主角 百度云语音 之前我在那个语音识别里面 已经介绍过这个 它是提供语音识别和语音课程 两种服务 直接一块接入到一个应用里面去 免费使用 可以申请无限次调用API 如果你不申请的话 它每天调用的次数是上万次 所以基本上也是够用的 然后提供移动平台的这个SDK接入 对于PC平台 就像我们这个项目 可以用这个REST API访问 就是说通过这个 呃 web的访问形式去访问 然后呢提供 Java和CIA加的这个访问demo 这个demo也是我几个月之前看的 最近它可能有更新 我已经没有再跟进去了解了 呃 我们本次课程呢 是用了这个python 所以我们还是自己写 呃 呃我们这个小麦听书这个项目呢 是基于百度云与合成 呃 它的目的呢 就是解放我们的双眼 呃 用心去聆听 聆听各种我们喜欢的小说啊 博客呀 甚至是 呃 各种反正你就是各种喜欢的材料吧 你都可以把它转成MP3 然后 呃 用耳朵去听 不用眼睛去看 呃 这对于这个 呃 广大的小说爱好者 或者是这个视力障碍人士 是 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呃 包括我们这个 经常对着电脑工作的 这同志 啊 这个眼睛受到的这个伤害也是不小的 所以呢 我们尽量能 不用眼睛看书的时候 就不要用眼睛去看电子书啊 直的书是可以看的 呃 这个软件的这个主要目的就是 解放我们的双眼 然后呢 呃 用我们所学的知识呢 去善待别人 啊 这个 这里面多罗斯咀嚼啊 我们随着这个技能的增长 我们所拥有的这个技术呢 就会越全面 能力就会越强 呃 然而 这个 大家可能在影视剧里边都听过 这个 能力越强 责任就越大 所以呢 那我们 我们 我们要学会使用我们所学的技术去转化成能帮助别人的力量 呃 像我们这次课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学这个呃 Python的这个PyQt 学这个Windows的这个GUI编程 最终最终的目的都是你做一款软件 然后帮助你身边的人 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生活 那么同时我们学到我们的知识 这样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小麦听书这个功能介绍 呃 他这个功能呢 呃 主要就是从文字转成语音了 所以呢 他支持从常见的这个TXC文本 Word的文件和这个PDF导入文字 然后呢 导入文字之后呢 转化为语音 呃 这个因为 为什么要有这个功能呢 是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 大部分的这个文字小说什么的 都是现成的文件 我们从网上下下来 就是一个呃 已经别人整理好的这个文本 或者是Word的文件 PDF相对来说比较少 但是为了保存这个功能的完备性 我们还是加入了这个呃 这个 Python访问这个TXC文件和Word文件呢 我在这个 嗯 PyQt开发这个Windows UI程序里面 已经介绍过 那么 这个项目中呢 我们呃 再次使用这个技术 并且加入了这个PDF的访问 呃 呃 呃 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呃 虽然我们这个 这个小卖听说这个程序 有一个文本输入框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都不会用手销 都是直接 点击文件 然后打开 打开TXT或者Word 然后直接把这个文字加载进去 然后直接一点击视听 那么他就把这个文字转化成MP3 保存在文地 然后呢 视听如果满意的话呢 你可以保存这个语音 保存的时候呢 呃 把这个语音另取一个名字 指定一个文件夹 如果你不保存的话 这个语音下次再生成的时候 他就覆盖了 所以这这一点呢 大家注意 然后我们这一个特色 就是这个文字输入没有上限 啊 这个为什么叫一个特色呢 因为这个百度云语音 他一次最多转换500多字 也就是呃 1024 字节 然后两个字节代表一个汉字 所以大家算一下 刚好是500多字 所以呢 一本小说呢 肯定不止500字 除非你是微小说 500字就写完了 现在高考读文还是800字呢 所以呢 这个转换小说的时候呢 就 违法了这个百度云语音的这个传输规族 所以呢 我们这个项目呢 就想了一个办法 把这个规则给它绕过去 然后呢 可以转很长很长很长的小说 呃 把很长很长的文本 最后转化成一个MP3文件 呃 不是多个 那么我们这个想爱听书呢 那这个软件 同时还提供这个试用功能 啊 当然作为一款软件来讲呢 那肯定是 呃 要这个提供注册的 所以呢 我们就提供了这个注册功能 然后呢 不想注册的话也可以试用啊 前十四的是免注册试用的 所以你就可以拿来转换十本小说啊 看完之后觉得很满意 那你愿意花钱买注册码 或者是愿意跟这个软件的这个作者去联系 索取这个注册码都可以 呃 在这里呢 我们提供的这个注册方式就是在线注册管理 用户的注册信息和注册码都通过这个邮件 发送到这个作者的信箱里边 然后再由这个用户跟作者联系取得这个注册码 然后把注册码潜入之后呢 这个软件就 无限次使用了 那么麦子学院的学员可能就不必这么麻烦了 他跟着我把这个项目学完之后呢 大家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喜好增加更多的功能啊 在这个课程的最后一节课 我们我会跟大家一块探讨一下 怎么样把这个小麦听书这个软件啊 加入更多的功能做得更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安排和一个这个简单的介绍 然后呢 我们大概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软件做出来是什么样子 因为这个软件呢 是我在之前的基础上改的 所以呢 新的这个GUI界面我还没有开始化 所以大家现在就暂时先看一下 我们后续的这个课程中呢 我会带着大家重新做一个GUI 要比这个漂亮一些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这个软件运行可能后面这些都要替换掉啊 然后是小麦听书 然后呢 我们转换了这个文字呢 我这里就不打开文件了 直接从这边 贴一个过来啊 这还搞错了 复制一段吧 复制一段吧 复制的时候 你注意这边 PDF组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回车 不必要的回车 那么就把它删掉就行了 OK 然后呢 我们就点击这个 点击播放 这是视听 那么任务就提到后台运行了 然后点击确定 然后就稍等一下 等它访问完成呢 我们就可以听到它的声音 OK 这本书的翻译工作开始的时候 我还在学校读书 实验室里有两三个人 暂时用二语言做数据分析 为发表论文而努力 现在 我坐在公司的工位上 周围的每个人都或多或少 再使用二 整个研发部门一千多人 多半每天都会用到二语言 二语言已经是新员工技术 提供的继修内容 这个英文发音有点怪 同事们在讨论中描绘出一个宏大的愿景 用高效的数据分析手段 建立起海量生物实验数据 到所有生物表型的预测模型 如果成功 这将结束公元纪念 这个愿景的核心 不是新的生物实验技术 也不是如何采集样本 而是数据分析 有点画大饼的意思了 就此打住 让我们翻开这本书 或许公元纪念真的能在我们手中结束 OK 这个这段文字就合成完了 那么合成的文字在哪呢 合成的语言在哪呢 在我们这个桌面上 小麦听书这个文件夹 这是新创建的 这里边有个temp 那么如果我们想保存的话 就可以把它重命名 启动到另外一个文件夹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软件的这个功能 当然了这个最后呢 我们是用它来这个听书嘛 所以是一本小书丢进去 直接转化成一个mp3文件 你放在手机里面 放在电脑上听都可以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最终的这个课程所得 好 那么今天这个课程呢 就跟大家介绍到这 谢谢大家